哈喽,大家好,上次我们谈到了各种植物的需要的水分的大小 就是我们每隔多长时间我们需要浇一次 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想根据这样的就是各种植物的浇水的次数 我们来决定智能灌溉系统呢,它们的这个浇水的周期和量 那么我们这个院子呢,基本上我们种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按照这样植物的这个浇水的要求而设定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镜头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基本上是我们有韭菜呀,各种菜,还有葱啊,这些还有什么一些野菜 还有,so basically这都是叶类的蔬菜 那么这个叶类的蔬菜呢,我们需要的是每一天都浇水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管道,我们就是从这儿通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管道 然后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它围着一圈,然后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一圈,一直到这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四个角,我们会有这个喷水的系统 我们安装了这个喷水的系统,看这个地方 就是小喷头,然后它是90度角喷水,然后这儿呢,也是90度角喷水 还有那个头啊,也有,然后那也有 这样的话,中间还有一个扇形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我们这个区域呢,就是每天都浇到水 而且非常,就是全部浇透,这每天都浇 那么这个管道呢,主要是用这个,用那个智能,这个灌溉系统 那么智能灌溉系统呢,我们的区域,我们在那儿,我们分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个区域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发门 这儿有发门,那么第一个区域呢,这个管道 然后就这样通过来,然后到我们第一个区域来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第一区域呢,是每天都浇 那么在第二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叫中吐,我们叫第二个区域 也就是这一片的区域,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基本上种的就是 主要的就是一些西红柿啊,这西红柿,这都是西红柿 西红柿,西红柿,西红柿,然后西红柿,番茄,番茄,番茄 前头是番茄,后边呢,那边呢,就是豆角 一类的豆角,一类的东西,然后是黄瓜一类的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小的一些蔬菜之类的 那么我们是这样地带的,那么所以那么在这些 在这个中吐,在这个区域呢,他们要求的是每两天浇一次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所以说我们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个管道进来以后,然后我们在这顺着这个边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边,这样一直走下去 然后从那个地方,然后顺着过去,一直走到 走到那个头那边,然后又从那里又管过来 又转过来,然后再这样转 就是基本上围着这个边,再转一圈,这样转一圈 这样子这个管道,那么这个管道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分叉的一些小细管子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分叉的细管 就像这样的小细管,然后从这个主管道上面都分出来 那么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植物的要求呢 基本上我们两天浇一次都是deep water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用那个管道滴水来滴,滴进去 然后滴到它的根部,而不冲它的叶子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dripping system,就是滴水的系统 然后这样的话会使它根部就是湿透,而不浪费水 这是第二部分,那么这是中2 那么还有一个管道呢,就是中3 中3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管道一直通 从那个地方再通过去 通过去以后呢,然后浇我们这些树 这些果树,因为侧面有很多的果树 然后这个果树呢,然后再顺着这个边 我们再过去 一直到侧院那边,枣树 枣树那边,侧院那边还有 侧院那边还有这个 还有一些杏树啊,和五花果,石榴 这样的话我们就全部都浇了 就是这样的话每三天浇一次 所以说呢,我们就有这样三个区域 那三个树,那么这三个树呢 所以说我们就按照不同的 Sky-9,不同的这个浇水周期来浇 那么还要根据这个浇水的量 去浇十分钟 浇十分钟呢,如果要是这个阴天啊 什么东西的,或者太阳太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智能系统呢 它会根据天气预报的数据 那么这个智能系统呢,它是互联网 那么它连在我们的这个网络 然后通过网络呢 然后连到我们的这个 internet里边去 然后从internet可以得到国家的 这个气象预报的数据 和我们这个地区,就是我们这个点的 这个太阳的这个强度和 Srain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有的时候会达120%,有的时候会有80%,70%的根据 如果要有雨的话,它会停 那么在这个镜头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脑系统 然后电脑系统呢,它是控制这些阀门 那么我们有一套阀门 第二套阀门,第三套阀门 也就是区域1,区域2和区域3,三套阀门 这三,每一个阀门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开关 电动的开关 然后它根据情况,它可以开了以后 这水就开始浇水 然后它会关掉,然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电动的发门 那么它通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三个管道再继续通过去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浇水系统就运作起来 这的时候我们要求轮坐 也就是说,今年在这种这个,明年在那种那个 所以要不断地轮坐,否则的话会有很多的害虫 同时它的营养也被吸收了一部分需要修养 所以呢,它需要轮坐 那么轮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前头的这些 这些呢,就是来换,更换 不同的情况进行更换 然后后边呢,也在不同的 比如说,今年在那边种豆角 然后明年呢,我就在这种豆角 去年在这种豆角 所以明年呢,今年在这种豆角 然后黄瓜也是这样的话轮着 这样的话,大家互相这样轮坐一下 这样会这样的,对这个防病,治病 以及这个收获呢,都有好处 还有土地的修养,改良都有好处 但是呢,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提供了一个challenge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浇水系统呢,也要跟着稍微的进行改变 那么这样的话,最主要的改变呢 对我们的改变呢,就是说我们的管道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细管道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细管道把它拆下来 然后换不同的细管道 换了以后,然后会达到我们这个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种的东西 它的这个,你原来的这个浇水的这个细管道的接口的地方 不同,每年都在变 所以你这样的话,你把这个细管道进行改变 改变一下,然后把它换一换 这样的话,把它每一个每一颗都进行 都有这个滴水系统来滴的话 这样的话,既生水 而且呢,还浇的比较就是比较透 也正是植物所需要的这种drapper system 就是滴水系统 这些管道呢,都是我们在商店买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都是一些塑料的一些 一些胶皮的一种管道 那么这些管道呢,也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 同时呢,你还很容易进行改道 或者是根本不需要特殊的工具 你想比如说,这样扎个眼儿 然后你就用个锥子这样扎个眼儿 然后把那个管子伸进去就可以了 就很容易进行改变 所以说也非常的这个 好了,在下个视频当中 我将介绍到哪去购买 和怎样买,买什么样的 怎样的基本的操作 去改装和安装这样的一个浇水系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